30多年前电视剧的拍摄十分困难,收到技术资金等等各方面的限制,影视资源匮乏,可以说没有什么电视剧可看,西游记的热播给全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,为了拍摄这一经典的电视剧,剧组可是克服了种种困难,可以说是经过了9981难,才让这部经典修成正果,当时没有吊威亚。 但是西游记中又有许多跳跃,飞天的镜头需要拍摄,于是剧组就自制了一个土生降机,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,因为但是剧组从中央哪里纳到的资金有限,又没有技术支持,这不仅让剧组的人员受苦受累,也让牲畜遭殃,为了拍出想要的效果。 剧组是土羊结合,总之用尽一切办法也要完成拍摄任务,在拍摄三调八交善这一集时,剧中显现除牛魔王圆形的牛。 剧组本来打算用一头真牛拍摄,打算让演员跟牛过真实的过招。 剧组为此特地在当地找来了一头看起来最没有气势的老黄牛。 等到把这头特意挑出来的牛先到拍摄地准备开拍的时候,问题出现了。 剧组原本打算让饰演孙悟空的六小灵童搬牛角,拍一组孙悟空与牛魔王圆形打斗的镜头。 演员又不是斗牛士,没有技巧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,六小灵童根本就弄不动它。 虽然是一头没有精神的老黄牛了,可毕竟还是牛啊,竟可真是不小。 之后干脆叫上饰演沙风的颜怀里,和饰演猪八戒的马德华,打算拍一组三人大炸牛魔王的镜头。 虽然三人合力但是还是没有征服这只老黄牛,最终以失败告终。 没有办法,剧组只好再改戏录,让现出原型的牛魔王已被火烧的镜头出现。 这样奔跑起来的牛显得更有牛魔王的气势,为此剧组想到了这个办法。 在牛的身上披上厚厚的麻袋布,然后在麻布袋上涂抹很多凝固的汽油。 然而问题又出现了,老黄牛并没有像剧组想的那样疯狂的奔跑。 一动不动的站在了原地,本以为计划失败了。 剧组准备灭火虫想办法,牛却突然的跑向人群,资金本来就短缺。 剧组的工作人员赶紧抱着珍贵的拍摄装备逃窜。 其中剧组的班底演员向汉,赶紧拿起仪式先准备好的灭火器追着牛喷。 追了好半天才把火给扑灭,向汉也累得够呛。 多次尝试未果,剧组不得不放弃用真牛的思路。 为了拍这场戏,剧组后来特意做了个假牛。 虽然这是个土办法,拍出来的效果也不尽人意,看着就很假。 虽然当时没有现代特效上的技术支持,但也算是完成拍摄了。 虽然在制作上有些粗糙,但是直到现在还是深受大家的欢迎。 现在逼真的特效也不能取代那头假牛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。 一个好作品是永远存在在我们的记忆中。 对吗?